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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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的喉嚨也覺得不太舒服 都是二手煙惹的貨 明明在公共場所不准吸煙的 偏偏還是有人要抽 真沒有功德吸 就是嘛 煙味那麼難聞 而且抽煙又對身體不好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愛抽呢 我聽老師說 有很多人抽煙抽上癮了 想戒煙不容易呢 習慣抽煙的人 如果突然不抽了 會覺得嘴巴怪怪的哦 精神不好忍不住就又抽起來了 啊 戒煙那麼難啊 我想那跟要我戒掉零食一樣的 要是一天不吃零食 我也會渾身不舒服耶 你是天生的好吃鬼沒辦法 討厭 所以你只好付出牙疼的代價啊 哎呀 傻傻你不要笑我了嘛 難道你沒有讓你喜歡的不得了 不做就難過的是嗎 好 我想想看哦 有了有了 那就是聽魔鏡公公講故事啊 好耶 這個我也喜歡 我們一起把魔鏡公公請出來吧 魔鏡公公 魔鏡公公 哎呀 好了好了 別再嚷嚷了 魔鏡公公的耳朵早就癢了 我就知道你們這兩個小鬼想念我了 魔鏡公公 傻傻說 聽你講故事會上癮 不聽會不舒服耶 哦 有這麼嚴重啊 哈哈 那就得想辦法把它戒掉啊 不行啊 愛聽故事又不是壞事 幹嘛要戒呢 又不是像抽煙或是吸毒的人 那才是非戒不可啊 對呀 嗯 傻傻提到煙和毒 魔鏡公公啊 倒想起來了 今天是六月三日 正好就是禁煙節嘛 今天是禁煙節 那我剛剛在戲院裡 還被二手煙嗆得一直咳嗽了 魔鏡公公 你說的禁煙 是禁止抽香煙嗎 呵呵 不是香煙 是比香煙厲害好幾百倍的鴉片 禁煙節就是為了紀念歷史上的一次 規模盛大的禁鴉片的行動而來的 鴉片 鴉片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禁止它呢 鴉片啊 是用一種名叫鷹素的植物 以它果實中的乳汁製成的東西 有強烈的麻醉性 少量的吃可以止痛 止蟹 還有止咳 那正好我現在咳嗽可以吃啊 這太危險了 鴉片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很容易上癮 要是半天不吸它 就會眼淚 鼻涕一直流 簡直比死還要難過 所以上了鴉片癮的人 只好又繼續的吸 越吸就越嚴重了 鴉片吸久了以後 人會瘦成一神皮包骨 整天混混沉沉的 沒有精神工作成了大煙鬼 一輩子就完蛋了 啊 鴉片這麼可怕 難怪要禁止它呢 這跟我們最近讀的 《中國歷史》裡面提到 清朝的鴉片戰爭是不是有關係呢 傻傻的反應真快 這件事跟鴉片戰爭的確有關係 等一下魔鏡公公給你們講故事 你們就會知道 不過現在我要先跟你們提一個人 是什麼人 這個人他叫林澤徐 是清朝的一個官吏 也是當時反對鴉片最有力的人 因為他才有那次歷史上有名的 虎門硝煙的事件 虎門硝煙 什麼意思啊 這就是魔鏡公公要告訴你們的故事 聽完你們就知道了 魔鏡公公你就趕快開始 是啊 好好好 像煙說不的林澤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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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 你知道什么是鸦片吗 鸦片啊 这是一种从因素花里面提炼出来的东西 它可以用来治病 可是如果吸多了就会上瘾的 上了瘾之后 只要一天不吸啊 就会流鼻水 流眼泪 浑身颤抖 整个人啊就像是丢了魂似的难过极了 那种滋味啊 可真是不好受呢 所以就有人把鸦片形容成是一个恶魔 只要是沾上了它 它就会一辈子缠着你 直到砸干你最后的一毛钱 吸干你最后的一滴血 最后倒下来为止 这么可恶的恶魔 小朋友 你们一定会离它远远的 对不对 可是在大约两百多年前 咱们的老祖宗啊 却不知道它的可怕哎 还叫它福寿高 那意思啊就是吸了之后会天福天寿 于是他们就一带接着一带的不停地吸着呢 大猫 快来帮爷爷烧带烟 哦 来了 大猫 先来奶奶这儿 帮奶奶烧这一带烟 奶奶马上给你钱买糖吃呢 好啊 爷爷 那您就自个儿烧了啊 奶奶 好了 舒服 真舒服 奶奶 鸦片真的这么好啊 棒极了 吸它一口 立刻觉得舒服极了 所有的烦恼也跟着没了 简直比神仙还快活呢 哦 那我可不可以吸一口 好啊 好啊 来来来 含着烟管慢慢地吸啊 哦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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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已经吃了 好 拿去 谢谢奶奶 起初只有像大毛这种有钱人家才会抽鸦片的 但是到了清朝第六个皇帝道光皇帝的时候 不但是有钱人抽鸦片 甚至于连市场里头的小贩或者是农人工人也都开始抽起鸦片来了 当时英国人正想要打中国的主意 于是就把一骚骚的鸦片运到了中国来卖 起先他们卖得很便宜 等到吸的人多了 他们再把价钱给提高 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上瘾了 就不得不任由他们摆布 英国商人因此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朝廷虽然派了一些官员在扣押这些个商船 可是却没有什么效果 这一天 码头上又停靠了好几艘装着鸦片的大船 我们两个洋人正吆喝着工人们把鸦片扛上岸去 快点 快点 不要慢轻轻点 我们的动作已经够快了 少啰嗦 快点 快点搬 小心点 要是掉进海里 你做一辈子的枯工也配不起 工人们这一箱一箱的搬着 这时候有几个官差远远的走了过来 沿途还有人在吆喝着 大人 就是他们 他们正把鸦片搬运上来快抓他们 抓他们 是官差啊 你们知不知道 私自在于鸦片是违法的 我们知道啊 大人 我们都是奔奔奔奔的生意人 不会做违法的事 是 是 大人 我们是真正当当的生意人 可是有人密告 说你们的船上在的都是鸦片 我们要上船检查啊 大人 那都是别人胡说的 没有这回事 就是啊 这里面全都是日用品 没有什么鸦片呀 有没有 打开来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大人 这里的人太多了 万一打开了 东西被偷走了怎么办呢 我看 不如这样 你跟我一起到船上来 我开船上的给你看呢 嗯 好吧 走 于是官差就跟着两个外国人上船去了 但是 不一会儿他们就笑咪咪的走了下来 哈哈 哎呀 这船上没有鸦片了 是我们弄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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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大人 这些明明都是鸦片 怎么说没有呢 哎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不可以对外国朋友没有理吧 知道吧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们一定是糊涂了 才会乱说 大人 你慢慢走啊 官差走了之后 洋人又继续吆喝着工人搬东西 有个工人一不小心把一个箱子摔倒在地上 里面的鸦片烟全都撒了出来 这时候有个孩子大声的嚷嚷着 鸦片 这不就是鸦片吗 小孩子 你看错了 这不是鸦片 哼 你少骗人了 我天天给爷爷奶奶烧鸦片烟的 我认得耶 哼 一定是刚才大人拿了你们的红包 对不对 小鬼 你不要乱说 你乱说 我会把你丢到海底哦 哼 我才没有乱说呢 哼 他一定是拿了你们的红包 要不然呢 他就是个瞎子 可恶 看我修了你 哼 我才不怕你们这一个洋鬼子呢 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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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你不要跑 你给我回来 算了 算了 不要跟小孩子聚交 赶快把货写完吧 由于官员的包庇 这些外国商船就更加明目张胆地把鸦片烟给运进来 在广州的海面上 随时都可以看到有几十艘的大船等着卸货 这些个船上都撞着大炮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即使碰到不拿红包的清廉官员 他们也能够一溜烟地就跑走了 这两个外国人卸了货之后 洋洋得意地走在广州的街头上 街上的小客栈 小茶馆 到处都是一股一股呛鼻的鸦片味 一群懒懒散散的人 拖着长辫子 成天就躺在椅子上吸鸦片 烟独把他们一个个熏得瘦巴巴的 真是啊 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呢 哎 这些中国人真是奇怪了 为什么那么爱鸦片呢 你知道他们管鸦片叫什么 叫什么 叫做腐术膏 哈哈哈哈 哎呀 这群傻瓜蛋 鸦片只会要他们的命 不会给他们天赋天赦的 哎 中国人啊 不就以后你们会变得像乞丐一样的穷 像冰人一样的弱耶 这两个外国人说得可真不错 爱吸鸦片的中国人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穷 一天比一天弱 有的人都已经穷到没有饭吃了 他还是想要抽鸦片烟 有的人把田地家当全都给卖光了 也有的人甚至于啊 把老婆孩子全都给卖掉了呢 道官皇帝决心要全面地禁止人们吸鸦片 他派了钦差大臣林泽徐赶到了烟害最厉害的广州 林泽徐到了广州之后 把在书院里头读书的大学生找了来 各位 今天我要举行一个临时测验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答题 什么 要考试 钦差大人 我们没准备 是啊 可不可以过几天再考 让我们回家温习温习 钦差大人 把大门关上 各位拿到卷子之后一定要认真做答 谁要是交了白卷 谁就别想走出考场 啊 书院的大门被紧紧地关了起来 考卷发下来了 学生们大概一看 哎呀 都愣住了 原来啊 考卷里头夹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写出自己所知道的鸦片商人姓名 及收红包的官员名字 哦 学生们会心地笑了 个个儿埋头作答 由于这些学生们是来自于四面八方 所以他们知道的情况当然很多了 而且他们也都非常痛恨那些鸦片商人 因此就将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毫无隐瞒地全都写了出来 林泽徐就利用这个方法 收集到了很多的资料 他要求那些鸦片商人 在两天之内要交出所有的鸦片来 并且要写一张保证书 保证永远不再把鸦片运到中国来 否则的话 货物没收 商人处死 哎 怎么办 林泽徐要我们交出鸦片 你们不要怕 中国的官员办事都是雷神大 雨点小 过两天就没有事情 可是我听说这个林泽徐他很厉害啊 哎 你来中国这么久 难道你不明白 再厉害的人只要看见钱就不厉害了 放心 一切交给我来办 义律是英国的商务监督 他派人送了三大箱的黄金给林泽徐 可是啊 林泽徐他是看都不看一眼 想收买我 没那么容易 来人呢 在 派一千名官兵去包围鸦片商人住的地方 同时封锁海上的交通 不准他们任何人逃走 是 听说林泽徐采取行动了 附近的老百姓也纷纷地拿起了锄头木棍去住镇 因为啊 他们实在是恨透了那些鸦片商人 怎么办 我看我们还是投降吧 我是达云帝国的颤子 怎么可以投降 可是不投降是不行的 你请 杨贵徐采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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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吓死我了 我还是投降吧 哎 浩瀚不去严千贵 事到如今我只有认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呢 林泽徐 你等着敲吧 英国人叫出来的鸦片 一共有两万多箱 林泽徐在六月三号这一天 叫人在虎门的海滩上 把这些个鸦片全部都给烧毁 你们看 那些鸦片堆得像座山啊 是啊 这些鸦片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啊 幸好这次来的这位林大人 不像从前的那些 要不然还查不到呢 我听说啊 那个洋鬼子送了他三大箱黄金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啊 哎呦 真是难得的 好官啊 是啊 要烧了 要烧了 开始硝烟 林泽徐一声令下 士兵们将鸦片倒进了硝烟池里 一时之间浓烟弥漫 抢得人们眼泪都流了出来 可是他们一个个可都是好开心啊 因为这些个害人的鸦片终于被烧毁了 小朋友 你知道吗 这两万多箱的鸦片烟足足烧了有十二天耶 为了纪念林泽徐 后来我们就把六月三号这一天定为是敬烟节 林泽徐真是大英雄耶 把那么多鸦片一口气都烧光光 那些英国人一定是气扁扁了 活该 谁叫他们要卖那种害人的鸦片呢 不过 摩镜哥哥 那后来英国人有没有报复林泽徐呢 虽然虎门硝烟打击了英国人骄傲的气焰 但之后他们就故意找机会制造麻烦 挑起和林泽徐之间的军事冲突 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最后终于发动了鸦片战争 这一定又是义律那个坏蛋的阴谋 真是卑鄙 宰宰 如果你是林泽徐 你要怎么对付义律呢 我想想看 有了 我就派一个人去把义律杀掉 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杀了一个义律 还会有第二个义律 第三个义律 其实义律只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罢了 中国帝大物博 哪个有野心的国家剑 不想咬这块肥肉一口 即使没有义律 英国人早晚还是会露出侵略中国的狐狸尾巴的 这么说来 鸦片战争不是因为林泽徐禁烟才引起的咯 有关系 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鸦片战争的结果怎么样了 哎呀 清朝政府打了大败仗 又听说英国的舰队已经到了天津的外港 怕北京城保不住 也就吓得跟英国讲和 签下了对中国非常不公平的条约 不但赔了英国很多很多的钱 而且把香港还割上给英国 清朝真是没有用 被人欺负还要陪人讲 国家弱没有办法 如果像林泽徐那样的人多一些 也许历史就要改写了 莎莎说的对啊 那个时候的英国人但对中国那么嚣张 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嘛 才叫人得寸进尺 鸦片战争以后啊 进口的鸦片啊 比以前更多了 更多的人被引诱去吸毒 清朝的果实啊 正如林泽徐所预言 越来越不堪一击了 我们一定不要吸毒 毒品的祸害太可怕了 对 我们不但不要吸毒 而且也不要吸烟 你说的对极了 那从现在开始啊 让我们一起来向烟说不 嗯 不但要向烟说不 我还要去告诉大家吸烟的害处 让大家一起向烟说不 我也要 哎呀 那太好了 要是大家都像你们两个一样 勇敢的向烟说不 哎呀 那这样我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 也才会有干净的空气啊 嗯 毛金刚刚 那我们现在就去了啊 查查 等一下嘛 我们在出发之前 再告诉小朋友一次 免得他们忘了 好啊 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向烟说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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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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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 你好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